會呀,我的回家是有很多東西要拍的 所以長期時間都是在拍我的回家 忙都是在集中忙著我的回家的東西 但是是享受的過程 因為很多人想做都沒得做 所以我的回家是絕對值得珍惜 以及值得用心做好 我很幸運的 我經常都形容自己是TVB有史以來最幸運的 早兩年我都仍然是數一數以幸運 但是現在就是最幸運 因為有很多機會我都沒有預期過 但是都來了 所以我希望的就是自己可以保持一個好的狀態 機會來的時候可以捉緊他們 但是至於說金城安帶給我的東西 我很想多謝每一位 這個都是歸功回回家 歸功回所有觀眾 大家喜歡我才會有現在的成就 所以多謝每一位支持我 疼我,給我意見我的人 很特別,我不會忘記這個Garrett 其實我想我人生最天福的幾年 應該就是我回家做金城安的這幾年 他的生命其實是很豐富的 豐富過我哥很多 多謝他 其實我就不覺得自己是上位的 因為我沒有放大這件事 我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很重 因為我知道自己進步的空間 還有很大 所以我想就是繼續努力 做好自己 繼續去吸收更多的經驗 去讓自己真的有一個信心 有一個機會來的時候 我可以做得好 不單止是金城安 還有很多其他角色 所以暫時上位這件事 我是沒有特別去深究 或者覺得我是沒有 真的沒有